在这就是街舞的衍生综艺一起火锅吧,进入了童年回忆的主题,没想到这次的unique王一博,让我们挖掘到了宝藏,很多喜欢王一博的人,突然发现,曾经看街舞,总感觉他是个在舞台上很自信的人,给人一种酷盖的帅气,但是私下看,总有些可爱的气息在身上。 大部分人的解释是,毕竟才25岁的年纪,自然还是个孩子,这一季街舞,由于赛制的更改,这次的王一博在舞台上跳舞的次数减少了,更多的是点评跟互动,精彩的地方,反而转移到了后台,火锅间的交流跟互动,无疑是王一博最真实的一面。 很多人说,王一博在火锅间贡献了不少的话题度,特别是钟爱的香菜,还有自己的各种瓜,都会亲自上阵爆料,总之呢,我们看得出来,他是真的很喜欢这次的主题,这也是为何我们在他身上看到了不少童真的地方,更让我们惊喜的是,这孩子在动画片通过歌词猜歌名的环节中,表现得尤为突出,各种的动画片前奏一起,他都瞬间猜得出来,让其他的队长都怀疑, 我们年代的动画片吗?王一博,你怎么看过,让我们大为吃惊的同时,有点瞬间羡慕他的童年了,原来是个幸福的小孩,动画片没少看啊,眼睛视力还这么好,真的是个被父母疼的小朋友,在跟歌说,这个你都看,他的解释是,小时候爱看动画片,憨憨的解释,反而有些反尔赛了,毕竟小时候哪个小孩不爱看电视,不喜欢看动画片啊,但是王一博的童年果然是彩色的, 月片量肯定不低,在天天向上中,他曾经说,小时候,校门口各种的魔术小玩具,他都买了不少,现在家里都还有,各种的糖果吃到后,槽牙都坏了,还有爸爸喜欢带着他去各种的游乐场,有兴趣的朋友,可以看一下街舞的衍生节目,一起火锅吧,挺有意思的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